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该追求 不该挥霍 趁现在 细数年轻的爱 容易说出来 一天一天在心中空白 看着我的眼眸 你就会明白 我有属于自己的承诺 每天每一年 在心外徘徊 何年何月 让脚不停下来 想爱就爱 要爱不要猜 把我现在 对自己交代 无法回来 不怕受伤害 爱 没什么该不该 想爱就爱 要爱不要猜 年轻就该 对自己交代 跟你开口 不怕受伤害 快 把真心的表白 说出来 爱 爱 就该把握 不该错过 趁现在 爱 就该追求 不该挥霍 趁现在 不该挥霍 让脚不停下来 谁说年轻的爱 让你说出来 一天一天在心中空白 一个是我的未婚服 一个是我同甘苦共患难 出生入死的好朋友 你们绝对一起都佩戴了我 怪不得你们昨天讲话 都莫名其妙了 原来你是心血 你到底不是我 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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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 今天不用上班了 我 我不说 这是个什么世界 虚伪的有情 谎骗的爱情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大нес 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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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禅 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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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你幹嘛關著門呢? 你到底哪裡不舒服?要不要緊 你好像哭過了,那怎麼回事? 我感冒了 小夢,就這樣 要是正式感冒的話,那就多喝點開水 好好休息 媽媽,打電話去找智莉,來 媽 你找智莉幹什麼? 媽,代表你去看醫生 不用,我...我剛吃過藥了 智莉現在已經身上了正式的律師 工作忙得很 媽,你千萬不要打電話給她 當我看到小燕剛的樣子 我心裡面,這個感壓著我喘不過氣 我真的不能 那你就忍心丟下我,回報的方式很多 犧牲自己的愛情未必是最好的選擇,思敏 不要再說了 你知道你剛剛看到她的時候 你心裡面沒有愧疚的感覺嗎? 有 當然有,可是我會去面對她 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勉強自己去履行一個沒有愛情的婚約 對小燕來講未必不是一種傷害 我寧願現在辜負她 我也不要將來她一輩子恨我 可是這都是因為我才造成的 如果沒有我的話 事情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不 如果沒有你 我不會發現我跟小燕只有友情而沒有愛情 小燕或許現在不能夠諒解我們 但是我相信總有一天她會明白的 可是我們的罪惡感不會消失啊 你可以因為愛情選擇任何人 可是那不可以是我 你就讓她結束吧 反正我們也從來沒有真正地開始過 記住,以後不要再到我家來 我不想傷我爸媽的心 也不想對你說難聽的話,懂不懂? 小燕 小燕 我想跟你談一談 你說啊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為什麼要向我道歉? 你有什麼地方對不起我了? 是因為你欺騙我的感情 覺得良心過意不去 還是為了你逢場作戲被我撞見了 覺得不好意思 我 不要支支吾吾的 我看見的已經看見了 難道你說聲對不起 我就要把看見的事情全忘掉 當作沒發生過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怎麼不至於說 你對思敏只是一時糊塗 不是認真的吧? 不,我是認真的 好 那我沒什麼話好說 我們從此分手 小燕 難道你還想一箭雙雕 兩者兼得嗎? 就算你想我也不會答應 還有 我爸媽那邊 請你暫時不要伸張 你的把事情鬧大了 讓人家笑話 對你的前途事業什麼也有影響? 你知了嗎? 今天啊 智利聽說我們小燕生病 特別來帶她去看病 小燕生病了? 沒有來點小感冒 很快就好了 我覺得啊 這個女婿還真難得 是難得 她寧願出了智利門戶 而不要我靠我都越來越富 你說是不是難得 什麼? 小燕啊 你沒有告訴你媽嗎? 智利啊 今天向我辭職 說什麼要出外闖天下 她是跟我商量過 我沒說 是想讓她自己提出來 這一定是你的主意 說什麼 要靠自己的實力 跟你女兒一起演員去一樣嗎? 這不是我的主意 我只是支持她而已 好了好了別說了 吃飯吧吃飯吧 許大不中留啊 不成功 目前本單位呢 已經選出了八名員警 配備照相器材 進行現場採證的工作 我唯一擔心的是 他們是否有必要 深入民眾群 張組長如果是為了安全的考量 我覺得大可不必要 因為只要是群眾抗爭的活動 在場的員警 都擔負得同樣的危險 這次不同,眷村的居民 他們一般來講都比較團結 他們對鄰居的熟識度 也比對住在公寓的人高 我的這幾位弟兄對他們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生命恐怖 所以呢,危險性也相對提高 林修哥 我非常同意張組長的看法 根據情報顯示 這一次的抗爭 並不是同堂的居民拒絕搬遷而已 而是許多建築商 派了許多的黑道分子 所以這次任務非常的危險 但是不管怎麼危險 我們一定要進行現場收證工作 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話 無論現場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一定要忍 如果一衝動的話 激起了群眾的情緒 那後果就不堪設想 各位,還有什麼意見沒有了 如果沒有什麼意見 我希望各組在八點鐘以前完成了部署 謝謝大家,三位 要等我去 各組長 你剛去坐你旁邊 你都沒注意到我 小丫頭,這麼重要的情緒會議 你都不專心啊 要打屁股 你毕业之后还好吗 不好 调两个单位啊 都当幕僚跟个花瓶一样 学校所学一样东西啊 都没有派上用场 非常好不好 那么久没有看到你们 当然不好 该有宝宝了吧 大嫂怎么样 我离婚了 依林 今天晚上将会是很长的一夜 过了今天我们好好聊 走吧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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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逃 我喝了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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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長官 船警官身份被誓破了 要報名為毆 麻煩採用強制虛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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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昨天群眾神序失控 顯然是我們警方沒有盡到責任 唐專員 你的身份怎麼會被人誓破了呢 昨天的任務 本來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可是因為一個路過的女孩 不滿群眾的擋路 跟群眾發生了衝突 遭到圍毆 我在現場實在看不下去了 才出面去阻止 想不到被玉米報名 認出我是警察 由於她的指刃和煽動 才造成了現場 一發不可收拾的場面 唐專員 以你的經驗和閱歷 你怎麼會做出這樣衝動的事情 你想想看 由於你的衝動 昨天我們的任務 徹底地失敗 這不是一個高級警惡 應該做的事情 是 我事態衝動 這次任務的失敗 我一個人要負完全的責任 可是保衛人民的安全 不也是我們警察 該負的責任嗎 我相信 只要任何一個有良知 有正義感的人 碰到了這種場面 一定會不顧一切挺身而出的 更何況我是個警察 有時候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是錯 什麼是對 好吧 就算你說的有道理 不過 我會知會你的單位的主管 你會接受行政處分 是 恭喜啊 生了兩件事 馬上要幹部隊長 也可能交到肚茶是當肚茶 我寧願待在這幹我的組長 幹嘛怕請客 哪有孫文不請客的道理 是啊 是啊 部隊長請客 請客 請客 一定要請客 一定請 先別叫我部隊長好不好 一定 一定是你了 什麼一定 對 一定是你了 恭喜啊, 將會 謝謝 天陽 天陽 你運氣差了點 沒什麼大不了的 義工的機會多的是 鐵定是被老闆去的 畢業之後還是第一次看到你 坐 好 怎麼樣 在外面工作了 跟關校不一樣吧 是不一樣耶 大姐需要做錯了 可以下次改正 可是實際出勤啊 就不能有自豪的差錯 沒錯耶 當初啊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滿腔熱血 出去要為理想奮鬥 可是除了校門 外面世界啊 清奇百怪 不管做什麼事都得不到的信任 不管調到哪兒啊 都是擔任一班內勤行政工作 這也是一種歷劣嘛 每個工作高位上都有它不同的特性 警察工作本來就比較繁重 不過你可以多方便學習 嗯 曲隊長 我一直覺得啊 我們女性子被歧視 他們總認為我們不能擔任 第一線的刑事任務 我了解你的感受 其實社會上有很多案件 我們女警處理體來 反而要比男的幫病得多了 就是嘛 怎麼從來沒有人想到 成立一個女警特勤小組啊 有啊 我跟羅官真有這個想法呢 真的啊 有個警察 請問裡面發生什麼事 警官您好 有一個加持載徒 現在加持一個小孩在大樓裡面 怎麼站在這裡 你不動啊 快啊 警察認證 求你 快來進去 求忙我 你們兩個過來幹 我們是警察 這位是警官協調的支隊長 讓我支的孩子母親 進去跟對方談談吧 不可以 裡面的匪徒有槍耶 剛才向外面盲目的射擊啊 可是這樣傷勢也不是辦法 你讓我試試吧 我看你還是好好保重你自己吧 我們隊長素來膽識過人 再說萬一時間拖久了 歹徒蠢動起來的話 這裡是我們的霞區 兩位請走開一點 兩位小姐 求求你 快想救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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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快想救我的孩子 我愿意当你的仁值 站住!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车了 大姐,你不要激动,好好跟他说 要我放了小孩,你有一个办法 你们去挑挑子,把我要的东西准备好 你们不要过来 小宝啊 谢谢 好 好极了 成立凤他们师生,真是了不起 智勇双拳这四个字,真是当之无愧 厨长,其实这也归功于您平常鼓励尤家 我? 当然了,厨长在官校当教官的时候呢 对我们女生队是最关心了 最近您在警察月刊上面写文章提议 要重视女警工作的特性 所以我们警戒的女生都非常地感谢您 我发表的论文呢 都是我从事几历工作,几年的经验 也新的 以及结合现在社会的需要 甚至严有重 绝对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喜恶 做处罚的 您真是个先知见解独道啊 过去有人批评过我,说我太偏爱女警 甚至有人损我呢 说我是警发司令 这真是啼笑皆非 厨长啊,讲这种话的人呢 都是心里变态 顽固不话,不合时代潮流啊 你来看看这个案子 好 帮我出个主意,参谋参谋 女警特勤小组仇训计划 这个计划 是经过有官部门历经多次的检讨的 今天总算定案了 厨长啊,你真是太伟大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厨长啊,您奔走多年啊 您这个心胸气魄啊 真可以称得上为中国现代女警之父啊 不敢,不敢 你这么称呼我的话 真是遮杀我 这话要是传出去的话 等于逼老长官早点退休了 不会,不会,不会了 厨长啊,您这是这个老,老,老儿的迷奸 不对,不对,应该说是这个老当义状 是,是老兵不死还是老贼让位 厨长啊,我是想不到最贴切的 形容词来形容你就是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称号您是当之无愧啊 这项筹备计划的内容定得很周详 我对他的期望也很高 你今天来得正好,你帮我想想看 谁担任这个任务的召集人最适合 不用想了,就是他了 程立凤呢 当然了,程立凤他的工作能力很强 品德又好,他的资历又深啊 何况他现在还是云阴未嫁,小姑独处啊 他可以专心投入集训工作啊 不过据我说是 你具备的条件跟程立凤相比的话 很难分左右啊 我? 我比他还差上一点了 其实啊,如果处长啊,您能够建议上面 好好地任用他的话呢 我愿从旁辅助 从旁辅佐? 嗯 不愿主去世 你这样不觉得委屈自己 不会啦 我的能力不及人嘛 多谢处长对我多年的栽培 好 道理是做了几年事 懂得谦虚也直到礼让了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呢 很少懂得礼让是一宗美德 嗯 很好 好 多谢处长的夸奖 你看他,他都会傻老 这有一套耶 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舞蹈 今天我叫你老交通指挥连续动作 现在表演呢,就到一段落 谢谢各位指教 谢谢 美妮,你这很会傻宝耶 自己当交通警官 还真正注意他那个什么交通舞蹈的动作 对呀 他呀,有音乐细胞又舞蹈的天才 他日子可过得快活了 哎,你日子不快活啊 有个这么好的老公疼你呀 对啦 你们两个啊,都是有福气的好命人 你怎麼啦?你的工作環境都不好嗎? 是不是很辛苦啊? 辛苦啊,我就認啦 就是無聊才要我的命啊 我上班的地方是偏遠地區啊 大多數的同事都認為女警只是一個花瓶 所以只要那種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都不會派到我身上 他們根本就歧視女性,分身蒂固了 伊玲,這需要時間慢慢來改變的 那你樂得輕鬆還不好啊? 你以為人家就像你這麼想嗎? 伊玲是想啊,貢獻國家啊 服務社會人群,對不對? 其實,也不是說我現在做的沒有貢獻啦 只是... 總而言之啊,就是上面啊 跟同仁都認為我們女生是天生嬌弱 能做年裡有限啊,四年達五又多 所以啊,難當重任 哎呀,這也難怪嘛 周國人都是想,男主萬女主妹的啊 唉,那是那個年代的城牆爛掉 現在這個時代不一樣了 世界流行,女權逆勢抬頭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剛開會,然後又塞車 對不起,不好意思啊 還因為塞車啊 我常常用這一招作為理由 是真的嗎?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一邊聊一邊等啊 唉,小姨呢,她怎麼沒有跟你起來啊 唉,對啊,你不是說你要通知她 然後你們兩個一塊過來的嗎? 嗯,她,可能她最近距離比較忙 就是抽不出時間來 唉,你們剛才講什麼啊 易玲剛在發牢哨,她說群裡啊,騎士女性 這可能只是個別情形吧 像以前我們城區隊長和羅區隊長 不是也是蠻說上面的重視嗎? 嗯,那是在學校 可是如果在外面,情況就這樣不同了 唉,對了,我前幾天看到你跟城區隊長 氣補強匪的新聞 上天那麼大,好神器耶 唉,對對對,我也有看到耶 那個標題上面好像是寫著 女警發智勇雙拳 師生聯手,翔強良 好棒喔,真是替我們官校爭光耶 有面子 唉,對了,對了 告訴你們小道消息 我聽說上面啊,成立了一個女警特勤小組 唉,伊玲 現在你可以一展報復了耶 請打 嗯,還有,這個成員的待遇非常優厚喔 光是這個特勤的加起來,就比本性還要高耶 唉呀,你就是注重金錢 錢本身又沒什麼錯 優越的待遇才能夠吸收優秀的人才嘛 不聽話有道理 唉,你剛剛講的是不是真的啊? 拜託,我剛剛說了這麼多,你問的是哪一個啊? 特勤小組的待遇嘛 唉,你問你在幹嘛? 你剛剛不是我愛錢嗎? 隨便問問的啦,你不要當真啊 唉呀,你告訴我,到底多少錢啊? 唉,思琳,小燕知道了一定很興奮喔 唉,思琳,小燕知道了一定很興奮喔 唉,思琳,你來了?你肚子要喝了? 吃飽了 吃過了?那你應該也打個電話回來嗎? 你看我煮了這麼多菜,等了那麼久 你不是說跟同學聚會去了嗎? 我以為你會吃了飯才回來 我想難得禮拜六能夠自己做就自己做嗎? 天天在外面吃,我心裡會過意不去的啊 沒關係啊 反正你白天也有工作 又不是整天閒在家裡沒事 那你再陪我吃一點嘛 我煮了你最喜歡吃的紫菜蛋花湯耶 吃吃看 老公,你真的打算兩年後自己出來做嗎? 當然啊,不然我幹嘛這麼近呢?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你說 警政署最近要成立女警特勤小組 職張訓女警 你想成這樣? 你說呢? 想去就去了 可是,那要祝贏的一個禮拜只有禮拜六才能夠回來耶 那有什麼關係啊? 那一個禮拜才能夠見一次面 這樣子你都願意讓我去 你分明是不想看到我嘛 那有什麼關係啊? 我是尊重你的意願啊 好,那你說你到底要不要我去啊? 當然不想啊 真的不想,那你發誓 我發誓 好,吃飯了,我相信你 水母小組 雖然我知道你一直是主修法律 現在當檢察官的助理也做得不錯 可是我一直覺得 你可以當一名出色的警官 曲列長 你也太誇獎咱們家思敏了 依我看啊 她還沒有小英能幹呢 小英她答應了嗎? 她拒絕了 小英她答應了嗎? 她拒絕了 她決定出國受訓 小英要出國? 嗯,思敏,我怎麼沒聽你提起過呢? 小英說她這兩天才會決定 所以我才沒跟你講 其實一開始 當我考慮要找誰來加入這個特勤小組 我第一個就想到你跟蘭小英 可是沒想到找第一個就失敗了 所以我衷心希望你能深重考慮 好,那我考慮幾天之後再跟你回答 那我得先走了 你有決定的話快告訴我 好,我們再見 曲隊長,再來玩啊 好 小英 小英,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 當然啊 換成你是我,你不會生氣嗎? 我已經跟丁芝莉說了 我不想再聽任何有關你們之間的事情 我知道你要出國了 可是如果因為我跟芝莉的關係 我拜託你重新考慮好不好 我不想失去你這個朋友 我也不想啊 可是我不得不 因為在你決定搶走芝莉的時候 你就已經決定不要我這個朋友了 是你勸我跟芝莉訂了婚 我還想在我結婚的時候 請你來當伴娘 沒想到 你卻讓我在一夜之間 沒有了愛情,也沒有了友情 這裡已經不再是我的未婚夫 你也不再是我的朋友 以後你們的一切與我無關 你不必再跟我道歉 娘 是你那間勒服案 我們來研究一下吧 我想我已經找到了 關鍵性的線索 整個案子都在我的場合中 一定會很順利地破案 你有沒有聽到我的講話 我們馬上就要立功了 你找別人辦吧 別人,什麼別人 這個案子一直在我們的手裡 現在時機成熟了,幹嘛要找別人呢 別人的意思 就是你找別人去立功升官吧 你...天陽 你這... 我不需要你可憐我 這一定是你自己真辦的案子 你找誰立功都可以 為什麼要來找我呢 就算我偵破了這個案子 誰會相信呢 天陽,我們一直... 不要講我們 我不配 好,你不配 那你告訴我,你配什麼 我什麼都不配 你... 那你還在這幹嘛 你跟著滾蛋摔 我不能啊 你這樣讓我怎麼向我爸媽交代 我還要養家活口 養家活口 就為了向你父母交代 我把你父母聽到你這個話 也沒有臉再讓你待下去了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你從組長降成專員 從二線三降到二線二 你父母觀感到我 同班你連制服也趕撐回家了 夠了 你沒有必要 也沒有這個需要來刺激我 你讓我自身自滅 不會的 我會讓你入院 可是不是現在 在你還沒毀滅自己之前 我會一腳把你先踢出去 既然要失敗 就讓你徹底地失敗 你還要點點別的啊 不用了 我吃的已經夠本了 你有什麼事情可以說啦 說什麼 你少裝了 我認識你這麼久 你哪來是不是請客 為了找我幫忙啊 是有點事情想請你幫忙嗎 為了你老公啊 你不要亂說了 你知不知道最近奉准成立的女警特勤小組 著急人是誰 我們去隊長成立鳳啊 你該不會是想要參加吧 正有此意 你真的要去啊 沒錯 你少臭美了 這特勤小組不是一般人能夠進得去的 再說你進去了 隨時都會有生命的危險 你以為你平白撿到身子家 是這麼便宜的事啊 那你都沒有想過啊 拜託這種事別找我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命啊 比錢值得多了耶 要是我還沒有進去就差點掛了 如果進去那還了得啊 那你不去沒關係 可是你一定要幫我啊 怎麼辦啊 隨便走 我幫你倒水 居隊長 這個我們自己來就行了啦 怎麼可以 你們是客人嗎 幫居隊長是我們應該的嘛 對不對 來來來來 好 謝謝 謝謝 不客氣 人是這麼客氣 來 坐 算了 居隊長 我們不敢坐 為什麼不敢坐 因為這個那個 因為什麼 因為呀 雅雯自從踏入警戒以來 一直都是擔任文書的工作 這個 她想立個功的機會都沒有 實在有愧於居隊長喔 對我們四年的教誨 所以不敢坐 原來是因為這樣子啊 有 你們先坐再說嘛 來來來 要怎麼拘束 你剛才說雅雯想立什麼功啊 她想 啊 像什麼 搶劫案啦 還有那個 殺人強暴案 還有 還有 走私相謝案 粉絲很多啦 越危險 然後又想去就對了啦 兩文 真的嗎 是啊 是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好 這裡倒有一個單位 很需要像你這種 充滿社會正義的心血輪喔 不瞞隊長你說 這個呢 我們早就聽說過了 所以今天才來拜訪 是不是有一個 新成立的女警客庭小組 是由您主持的 對不對 沒錯 情報正確 這就對了 區隊長 我深重幫你介紹一個人 劉雅雯 像她這樣子 滿懷赤城熱血的警戒企華 你千萬不要遺漏掉了 當然不會啦 不過 我在訓練的時候啊 會加倍嚴格要求 你受得了嗎 受得了 受得了 那你們父母會反對呢 不會 不會 而且可能很容易受傷喔 你在乎嗎 我 比較有挑戰性嘛 區隊長 很好 我們特勤小組呢 就多了兩位警戒的精英 還有誰啊 她 白瑞進啊 我是幫幫她欸 怎麼 對啊 從剛才你對雅雯爭取的言談中 我就發現 其實那些話也是你心裡面的話 只是你自己不自覺罷了 區隊長 這個 這太玄了吧 我自己心裡的話 我怎麼不知道呢 因為啊 她是在你潛意識裡面潛伏的 剛好藉由今天的談話呢 你就不由自主地表現出來了 你沒有發現 你剛才說那番話 不用思考 然後很自然就說出來了 流利又順暢 對 對 有道理區隊長 您真是觀人觀心啊 真是太好了 我歡迎兩位參加 來 我們共襄盛舉了 來啊 共襄盛舉 要我擔任女警特勤小組的督導 這 警政人力研究小組 針對目前社會犯罪的形態 複雜性 曾經多次建議呢 成立一個女警特勤小組 經過上面 真做之後呢 還是決定 先成立一個測試小組 給他們嚴格的訓練之後 看他們的績效好壞 再決定 是不是成立女警特勤小組 你的任務呢 是對測試小組的訓練 給予指導和協助 對他們的訓練成效好壞 也要做個評估 報告組長 我恐怕沒有能力擔任這個職務 您是知道的 我最怕面對女人 而且我很懷疑女性 單獨辦案的效率 我怕我會私之偏駁 我建議由唐天陽 說到天眼 我實在是很痛心 這麼一個優秀的警官 竟然會變得這麼消沉沮沾 甚至連自己的崗位都守不住 你不必推薦別人 你做事誠懇負責 再加上你的經歷 我相信你一定會公正 客觀地站在你的獨找位子上 可是 好了好了 這件事情已經這麼決定了 今天來找你們 只是形式上溝通一下 你的人事命令 明天就可以下來 小李 再來一瓶 好 天陽 你不能再喝了 再喝下去喝死人的 又是 硬魂不散 我什麼都做不好 一個人跑來這裡喝酒 總不妨礙別人了吧 天陽 你是不是搞了所有關心 你的痛心 你才甘心呢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比降職失職 更讓親父同有痛心 也許在辦公室裡 我說話重力一點 可是你也不能自暴自棄 我全都是為你好 你為我好有什麼用 現在的唐天陽能有什麼用 我請問你 我知道你很行 只是運氣不好 可是別人不了解 你總得表現一下 讓人家看看才行 好 我可不希望我的好朋友 是個窩囊廢 一輩子 生活在酒杯底下 算了 我已經是個沒有用的人 你 你讓我喝嘛 好 你喝吧 喝吧 喝死你 讓我看錯你 沒想到 你是一個經不起挫折的人 哪個女人都不如 你知不知道 一鳳已經送命成為 女警特警小組的負責人了 他都可以震重起來 你為什麼不行 你 成功是要靠自己 如果你不能戰勝自己 任何人都幫不了你 話就說到這兒 你要說英雄還是狗熊 全看你自己 人家 你怎麼能忘記 你別動 聽說 你怎麼回事 不是,你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事 你的事務所搞得怎麼樣了 目前地方已經找到了 其他的裝修跟行政的部分目前還在搞 大小的事情都一個人做 夠辛苦的了 想當年我這個事務所呢 也是這麼搞的 我都忘了 當年哪來的這麼破例 志利呀 你得加把勁哦 我會 今天晚上七點 你一定要準時到 什麼 未婚妻出國見行 你都忘了 我沒忘 我晚上七點準時到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進了 跟圖書館一樣 姐姐出國受訓 又不是常駐 幹嘛這麼嚴肅嗎 媽 媽 不要這樣 你從出生到現在 從來沒有出過圓門 現在離一個人出國 去那麼遠 我好擔心 别婆婆妈妈了 小英也不小了 再过两年都嫁嫁人了 难道还不会照顾自己吗 我总是会担心 别再说了 人家未婚夫妻分开 都没像你这么伤心的 我想过了 等智利的律师楼 上了轨道之后 就安排他们的婚室 那能不我 爸 你怎么安排 我们就怎么做 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孝顺 我来见 喂 喂 是小英吗 我刚刚知道你明天就要走了 所以我没有空出来留一下 不必了 再见 四敏啊 来看看 小英她会不会喜欢这个 小英啊 她一直对我们很好 那现在她要出国了 我应该表示一点我的诚意嘛 你看这个还可以吧 好 那你帮我拿去给她 我 我明天去鸡堂送她的时候 顺便拿给她 好 我先睡了 四敏 四敏啊 小英这一走 你跟丁智利之间更要保持距离 她现在有没有时常来找你啊 妈 你放心 我会避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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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红符 你也会避开她的 一個是我同甘苦共患難 出生又死的好朋友 你們絕對一直都背叛了我 看你不是我 有些犯罪查記 女警看到的阻力 就比我們少多了 話是沒錯 可是私底下我認為 這只是個理想 不切實際 到最後一定是草草收場 不了了之 怎麼說呢 老弟 你看看你們那些霹靂小組 苦苦生風的戰績體能 那些女孩能比嗎 可以加強訓練的 你別傻了 女人永遠是女人 當警察抓犯人 站在第一線這種任務 永遠是我們男人的事 千萬不要驚望 那些女人會有什麼表現 你當杜老一定很累了 累的事還在後頭呢 我擔心的是上級交派任務 給他們要他們去執行 是怕搞砸了 搞砸了是小事 最怕出事 到時候我這大好的前程 會在那些女人的手裡 那我才倒楣了 這麼說 你是很怕跟那些女警 一起辦案了 那當然了 不過有一個人例外 江蕙 你怎麼關月大約像個木頭人 愣在那幫我提行李啊 熱死人了 她指的是我 來了來了來了 你怎麼來了 辦公室在哪裡啊 就在那兒嘛 她是你太太 她 我 沒關係 我了解了解 本來我一直以為 你是個大男人主義 搞半天原來是七管閻啊 啊 天上的心 親愛的觀眾 錦花園從明天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慶幸精彩 歡迎您準時收看 錦花園第二章 師妹出馬 我 臭心 流浪到你的夢裏 漫天高掛的星星 像你的眼睛 乘著風飛向天際 流浪到你的夢裏 我的星星是你 我的星星是你 你的星星在哪裡 你 我的星星是你 爱人的心 在无边的天际 离开我没有消息 快乐感情 不快乐像是